宋江要到西洪岸边去祭典张顺 军师无用劝阻他 宋江说什么也不听 宋江说 我就是冒生命危险 我也得去祭典他 明天晚上我就过去 军师无用尽管是承托厉害的对他讲 但是看来宋江好像是铁了心肠了 非屈不可 宋江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宋江心里边对张顺的死 他越想越愧疚 他知道张顺的死既是为国家 更主要的是为他 要不是同贯限期破城 要不是宋江束手无策 那么张顺跟混江龙李俊 怎么会绕到西山那边去呢 张顺想要夜叹永津门 无非是想混进城中 制造混乱里应外合攻破杭州 事情不成 以身殉职的算是 宋江觉得不这么做的话 他就饭也吃不下 是叫也睡不好 所以宋江这么决定了之后 军事怎么劝的也不清 军事无用呢 跟着宋江那么解劝的 让他不去 军事无用 以及众位弟兄啊 这只把这个注意力啊 都集中到宋江的身上了 宋江要去祭典 传伙张横在旁边跟宋江说 大哥你要去带着我 我也要去祭典我的兄弟 宋江心想 人家弟兄那是青铜手足啊 我能说不带他这哥哥去吗 宋江说好 我要过去的话 明天晚上你与我一路同行 这个功夫 他们有一个人可忽略了 忽略了谁了呢 就是这黑旋风李逵 这黑旋风李逵 在这大帐里边 扯着那个大伞门 哭得最痛 哭得最悲 哭完了之后 大家都以为李逵 过了那个劲儿也就拉倒了 陵棚一撤 谁也没注意李逵上哪儿去了 这李逵啊 撤了陵棚之后 回到自己的大帐之中 分过手下的兵宫 给我拿酒来 兵宫给他搬过来一坛子酒 弄了几个菜 摆到这桌子上 黑旋风李逵 是自贞自言 一边饮着酒 一边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 唉 张顺死了 张顺哪 咱俩是好弟兄啊 啊 别看在闹江州的时候 我上你的船上弄鱼 咱俩打起来 我佩服你 哎 这碗你喝啊 这碗是我的 来 咱俩 干一个 这酒喝完了 我李逵就给你报仇学贷 你放心 我李逵要喝出去之后 谁也拦不住 喝 喝 来啊 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 他把自个儿这碗喝了 然后把对过那碗酒端起来 你不喝 我替你喝 咚咚咚咚咚咚 喝完又撂那儿 搬起酒 谈那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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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你这个人为咱们梁山 立了多少功劳啊 你说你 你怎么死了呢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你死了 你让我这么想你这怎么办呢 这李逵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李逵正哭着呢 有点外边进了俩人 谁呀 神行太保代宗 还有神机军师诸武 这俩人进来 代宗他可注意李逵了 因为代宗李逵张顺 这都是当年在江州的朋友 神行太保代宗 听说张顺一死 心里边也非常悲痛 他发现李逵没了 不知道上哪去了 他怕李逵做蛮事 所以来到这里 一看李逵在这喝闷酒呢 代宗一进来 李逵看见他 代宗公 代院长 张顺死了你说怎么办 代宗说李逵啊 张顺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啊 死了就死了吧 我们只有奋勇杀敌 为他报仇 对 你说的对 就是要奋勇杀敌 我说神机军师 你们俩都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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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俩倒上酒啊 倒上酒 你们两个端起来 端起来 跟我一块喝 这碗酒 记一点章顺的酒 喝不喝 神机军师出谷说喝呀 喝呀 当然喝 来 先干了 干了 我说神机军师 都叫你神机军师 神机军师 我现在求那点事 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神机军师 祝午说你要求我什么事啊 让我给你出什么主意 有什么办法 能让杭州城里边这帮小子出来 出来之后 我现在不想别的 我就想要杀一个人 杀他们一个人头 祭奠张顺的亡名 最好是他们的首领 祝午说现在他们这些首领 谁也不出来呀 城门紧闭 吊桥高悬啊 就是啊 你不是军师吗 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让他们出来 神机军师祝午说现在 他们更不能出来了 他们把张顺给害死了 知道我们群情激愤 我们盛怒之下 他们绝不能出来跟我们迎战 在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能战胜他们 他们不出来 你这个军师 别叫神机军师了 你从今往后把外号改了吧 你叫什么不是吧 什么军师 祝午说 我当时这个时候出不出主意来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你什么不是 嗯 戴忠哥 你有主意吗 戴忠说 我没有主意 李逵呀 今天晚上 你要少喝酒 喝完了酒 你要耍酒疯闹事的 我不能 我不能 你们都甭管 来吧 喝 戴忠跟神机军师祝午 跟李逵在这喝了一阵子酒 最后李逵一转身 倒在房上了 看这个意思 他要睡觉 戴忠跟祝午又安抚了他几句 告诉他千千万万不要闹事 他俩才出去 他们两个走了 二更来天 李逵一觉醒了 醒了之后 李逵坐在床上 自个儿就想 越想 越觉得闹心 越想越觉得别扭 李逵把这一对车轮鼠往后摇上一边 告诉手下的兵足 给我滴了我一十盒酒菜 这兵足说都半夜了李逵 您还吃啊 我睡了一觉 我又饿了 我消化好 你管得着吗 哎 吃 拿一个十盒给他滴了一十盒酒菜 这十盒井底下是一小坛酒 一个军足给他滴了他 李逵 您让我们滴了这碗 您要想上哪喝去 我要出去 出去喝去 再点击几十个弟兄 几十个弟兄 李逵啊 点了随身的四十名弟兄 这四十名弟兄站好了队啊 不知道李逵要干什么 这深惊半夜的要干嘛呀 李逵在他们对着前面站着 告诉他们 告诉你们 今天我要领着你们 上他们杭州城那儿 去讨敌要阵 去骂他们去 非得把他们骂出来不可 这四十个弟兄一听 没听说 深惊半夜的跑那儿 就骂镇家 我告诉你们 张顺死了你们知道不 啊 我们都知道 你们认识张顺吗 那怎么能不认识呢 这么多年了 张顺将军呢 我们太熟悉了 他死了 你们难受不难受 我们难受 难受就好 难受跟我走 就堵着那杭州城门外 我们去讨敌骂镇 他只有有出来的小子 我非得杀死他几个 出来一个杀一个 出来一对杀一双 把他们的脑袋低了回来 给张顺祭奠王陵 哎 我说你们这帮小子 都得小心点 各自都拿着盾牌呀 我刚才睡了觉 我琢磨的事 咱们要到那一骂镇 他们在城上一生气 肯定对我们开弓放剑 对我们一开弓放剑 你们就把盾牌举起来 挡着他的凋零剑 让他那个弓箭不好使 你们给我扛一个大盾牌 在我的面前放着 他要放剑就挡上 不放剑就把那盾牌翻开 我冲着城上我骂他们 这四十多名兵丁一听啊 有的心里面偷着暗乐 心想哎呦 头一回听说还这么打仗的 哎呦这野精是怎么的了 这是犯什么病了 好好好那走吧 这李逵带着四十名兵丁 各只拿着短刀盾牌 还有一位扛着一个大盾牌 那是为了挡李逵的 第一个是石河 李逵还告诉给他 拿一小板凳 跟着就来到了江场之上 这是二更来天了 杭州城距离城门 就一箭之地的距离吧 他那弓箭刚能够上那个位置 要是在这喊呢 撑上还能听得着 就这么个位置 李逵告诉 把石河放呀 这四十名兵丁 把石河放在那 把石河盖打开 就摆在地上 把这里面的菜呀 都拿出来 往那石河盖上一放 酒坛子拿出来 酒碗拿出来 往那酒碗里边 把酒咚咚咚咚一倒 撂在那 李逵对面的盾牌呢 先平放着放在地下 李逵坐在那小板凳上 一边喝着酒 一边吃着菜 这四十个兵丁 在他两旁边厌尸排开 李逵坐着 就冲着城上 就喊上了 哎 城上不是的 你们听的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梁山一百零八将的 黑旋风李逵 今天我到这来呀 我来讨敌要阵 我知道你们城里边 那个方天定 方天定 就是方辣那大儿子 他这名起得真的好 方田定 舔什么不行 怎么舔定呢 你告诉他 田定也不行 他也非死不可 告诉你们那个方田定 知道他不敢出来 他不敢出来 所以我在这骂人 看见没有 我现在把菜摆上 我酒喝着 我骂你们这帮兔崽子 你们把我的好朋友张顺 给害死了 还钉到那个铁闸的门上 你们这不是东西 不是人 你们有本事出来呀 跟我李逵大战三百合 那算人生父母养家 啊 你们出来不敢打 关着床不说话 还想着害人 这不是大英雄 小子们 上里边告诉那方田定 就说我李逵来了 我妈累了 喝点酒 李逵拿起碗了 咚咚咚咚咚 这就喝酒 你说深更半夜的 他那个嗓门又大 那个城上的人哪 听的是清清楚楚 城上人正赶上 有两个巡城的总管 一个叫王仁 一个叫韩春 这王仁和韩春两个人 站到城多口的后头 说那下边干嘛呢 他首先的兵足就说了 黑旋风李逵 讨敌骂朕 这小子疯了 怎么深更半夜的在这骂朕呢 就说的呢 敢仔细一听 李逵骂的这些话 说把方田定骂成方田定 让他们往里边给送信去 哎呀 王仁的韩春心想 这小子可有点欺人太甚啊 他这是干什么 半夜三更在这骂朕 还带着韭菜来着 坐地去那边骂 骂累了喝酒 哎呀 了得他了 仔细看看 他们带来多少人 城上这些个男军 扒着舵口望去瞧 带的人不多 我跟你说呀 我看他们也就有几十人 都在两旁边坐来呢 弓箭准备好了 他再骂的话 给我乱箭齐发 不用喊口令 我暗自下命令 放箭 你们就往那射 照他那个李逵 射 射死他 这箭能够得着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瞄准了 长沙 这几个冰冰 把弓箭都准备好了 箭在弦上 就等着他 李逵呢 喝了一顿酒 酒碗料下 李逵又告诉他 你们准备好了 我估计着 我这回要再骂他 他们就该射箭了 你们把盾牌预备好 小子 我前面这个大盾牌 你给我弄好 他们一射箭 就给我竖起来 旁边有个兵足说 我早跟你喝就好了 你那大盾牌 我前面摔一绳 底下拿脚顶着 他只要是一射箭 我拿脚一顶 上面拿绳一拽 自动就起来了 好小子 你这主意出的不错 李逵在这又开始骂他了 哎 城上的 还有活气的没有啊 我怎么骂了这么半天 没有人搭话呀 这是粉杠子吗 都是死人吗 你们这是城门吗 还是寡妇们呢 我喊那么半天 怎么没有大声的 你们是尿泥了 你们有本事出来呀 李逵这一骂 常善感 就看那王人一挥手 射 这一排的箭就射出去了 射出去了之后 那几个兵足 各自都把挡箭牌拿出来 把盾牌一举 啪啪啪的箭 都射到盾牌上 李逵面前这个大盾牌 奔扯起来 这一扯起来 这李逵没挨着射 那箭都射到那个大牌子上 往牌子上一射 李逵在那牌子后面还骂 我告诉你们 我让你们不敢出来 也就是射一点箭 我这有挡箭牌 不好使 你们要是不出来 我就在这一直骂到天亮 我跟你们讲 你李逵这嗓子从来不哑 我就骂到明儿晚上 还那么大动静 这李逵在这儿 这通骂 城上这个王仁跟韩春两人听着 气得一鼓一鼓的 这个小子 他居然如此猖狂 古今战争史上 就没听说过有这么骂阵的 抬着九席坐的地下骂 咱们告诉太子不 别告诉他 你告诉太子 你说不说这些话 他骂太子是方舔定 是啊 这话不能说呀 这话一说 太子一生气 带队伍一出城 那说不定成有埋伏啊 就是啊 别说别说 告诉手下兵丁 谁也不要跟太子说这个 咱不言语 看他还怎么的 李逵又骂李逵 李逵接着又喝酒 喝了一阵的酒 告诉是两旁边这军族 你们都困了没有 这些当兵的一听呢 我们哪困了 两军镇上就是困了 也不能睡呀 不 今儿个特殊 困了就躺下 不困的也躺下 那什么意思 假装睡觉 知道吗 这帮小子 我看我骂他 他们不出来 咱们哪 给他来个软架 躺下睡觉 我也躺下睡觉 他们一看咱们睡着了 说不定他们就出来了 他们一出来 要是倒在咱们的切心 咱们就要他们的命 得 这些兵丁一听 听您的 李逵就你们先躺下 李逵就我大声声说话 你们听我的命令 李逵冲着远处又喊上了 哎 你们不敢出来呀 啊 不敢出来那就是怕了我了 怕了我那就行了 我这算骂真得胜啊 啊 你家李爷爷 酒也喝足了 饭也吃饱了 菜也不想吃了 吃饱了喝足了 我在这 先挠一劲 睡醒了之后 我接着再骂 啊 小子们在城上好好的巡逻 听见没有 你们都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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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逵这一说让他们都睡 这几个兵丁全都躺下 躺下之后 李逵就在那个大盾牌的后头 顺着躺那 躺那之后一会儿的功夫 李逵就打上呼噜了 李逵这呼噜啊 憨声如雷 城上那些巡逻的南军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王仁跟韩春两个人 在城堕口里头 一直是走回来走过去 没离这地方啊 因为这城外边有敌人骂朕啊 他不能离开那个军地 后来一听说李逵吃饱了 喝足了 骂累了 在那躺着要睡觉 这王仁心里想 这李逵也太狂妄了 啊 简直就不把我们放到心里呀 他看了看韩春 我说韩春啊 怎么着 面对的李逵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韩春说你想有什么办法 王仁说我有个办法 这小子不睡着了吗 咱们出去 转兵相接 杀他一阵 韩春说千万 你出去 你知道他身后有伏兵没有啊 王仁说我看了 刚才我们乱剑七发的时候 他们的身后边也没有伏兵啊 瞧这个意思啊 这小子今天晚上是偷着跑出来的 我听人说了 这个李逵呀 跟那张顺 他们两个交情最好 张顺被我们给射死了 绷到那永金门上 这小子可能急了 他带领了一伙子人就出来了 跑到阵前 骂阵来 你想啊 要是宋江知道这件事 我们刚才那么乱剑七发 咱们也不管不问啊 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半夜出来 宋江他们肯定不知道 就这么几十个人 这个小子 肯定是喝醉了之后出来的 要不然他就做不出这样的事来 韩春说你分析的也有点道理 那么他现在睡着了 是真的是假的呢 我们看啊 他现在十有八九 是真的 真的 他要是真睡着了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盲人说他要真睡着了 我想 我们多准备点地球 我看他也就有个四五十人 咱们呢 准备五百多人 弓箭 刀枪 全都预备好 我们不是乱剑七发 他有盾牌吗 这回 我们悄悄地把城门开开 放下吊桥 我们犹打这一拥而杀 过去 给他来个乱刃分尸 哎 我告诉你王仁 你可不要小看李逵啊 你知道那李逵 人说外号黑旋风吗 大闹江珠结发场 据说多守官兵 绑着宋江 就这一个李逵从那九楼上跳起来 愣把那些官兵都给杀散了 把宋江给救走了 你说那是什么人 你可不能轻敌 王仁说是 我没轻敌 韩春说要依着我呀 四五百人哪 咱不出去 那你说得多人哪 弄一千人 那更不行了 弄一千人 弄一千人出去 那脚步伤就把他震醒了 要依着我 就咱俩出去 王仁说怎么着 就咱俩出去 哎 就咱俩 咱两个出去 多说再带两个弟兄 咱们拿着刀剑 过了护城河 咱们悄悄的 一声不响的 凑到李逵的跟前 他正在熟睡 不用别的 咱就给他一刀 把他同此 没过身来 就往城里跑 他那几十人 即使醒了 我们城上 这几个军兵 在城门洞这等着 他们如果 要截杀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们打 对付再拥过去 对付李逵这个人 就得趁他睡着了 把他扎死 你说李逵这个人 他会不会是计策呀 扛我们出去 据我所知啊 李逵这个人 他没有那个心计 我听人家讲过 李逵这个人 是昏捉猛了 办什么事 执心眼 他打赌的计策呀 咱俩这个事 可有点冒险 嘿 不如胡血 焉得胡子 如果咱要是出去 这一刀把李逵给扎死 然后回来 即使他们那 首先那些弟兄 跟咱们动手 咱付点伤 咱也值得 回来要跟太子 一汇报 那太子 就得给咱们哥俩 加棍进决 黑旋风李逵 谁能把他弄死 就咱俩 嘿 对了 就这么办 于是王仁的 韩春两个人 由大城上下来 悄悄的把城门开开 手提利刃 就出了杭州 下边 大家可以 给咱俩 给咱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